啊?唱首歌休息一下 没有版权 聪尼斯坦是不唱的哦 这个节目是在伴助者提供的伴侣 哈喽各位同学 大家晚安 今天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 因为上个礼拜三 聪尼斯坦开线上演唱会 没有任何预告 最后竟然成为万人大台 各位同学 我们每个礼拜一晚上是有固定要上课的 结果到目前为止 2310个人 所以我对于聪尼斯坦充满了非常非常忌妒的心情 为什么来上课的人 会比去听聪尼斯坦演唱会的人少这么多 拨出去相比 陈欧破立委 他在立法院开了一个不知所云的记者会 我已经给他机会了 他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 没有办法 虽然我是这么温暖 各位同学都可以了解 我还是一定要戳破他的谎言 这一个国家不能再让这么多被诈骗的国人 对这个体制 丧失信心 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这是2018年的时候 这个真懂就是祖贤真要疯 2016年的时候 祖贤的这对夫妻 他们事实上都还在外面欠战 结果短短两三年之内 暴富不断的吸睛诈骗 然后呢就开始炫富 这一台叫什么 我想起来的 对对对 麦拉伦用着诈骗来的钱 结果在过这样的生活 我真的看了觉得活冒三丈 这个是2016年 所以他们就说什么 他们不知道穿神集团是他 有啊 穿神集团啊 真懂 这个就他 这个就他老婆啊 根本就用立委的职权 让他的这个金属 可以去接近更多的政治人物 2020年6月12号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要去宜兰考察 交通部部长带了一托拉股官员 包括台铁局的 然后到宜兰去关心宜兰的建设 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问题是那是立法院派的考察 你即使不知道 那个是枪炮通气犯 你可以带着他 然后考察结束了以后 跟一堆官员一起到豪宅里面去开趴 这什么跟什么啊 结果我今天看有记者去追交通部 去追台铁 交通部说他不清楚 台铁说他不回应 你们那些官员 在上班时间 跑去一个吸金诈骗犯的招待所 在那边开趴 谈了哪些交通建设 为什么里面还有土地开发商 然后你这样子可以跟社会大众说 我没必要解释 我没必要交代 然后陈欧破你敢跟大家讲 说你不知道这个家伙有问题 人家早就提醒你了 而且是你的支持者提醒你 这个是陈欧破太太的line 说他们又在炫耀 小心哦 人家当初是很善意 2020年9月就跟你讲了 结果你根本没有把话放在耳朵里 你还要继续欺骗社会大众 唱首歌休息一下 没有版权 聪明师台是不唱的哦 注意自己的安全 有人威胁过你 有啊 从以前到现在 威胁我的人很多啦 但我就跟大家讲过 你如果会担心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要做事了 这个社会不可以让好人疲惫 坏人还有精神抖擞 那要不然的话 大家都沉沦了 大家都堕落了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可以像我们的客一样 这样不断的up up 要不然的话 下一代会过得很辛苦 我们来看一下 洪梦开委员的质询 交通部近期开会检讨大众捷运法 并且了解各地方政府对于捷运 限界范围地方政府监督力道跟盘点 所有捷运轨道周边工程安不安全 我比较直接问台中市政府报上来没 台中市政府目前还没有 他们现在预计希望台中市政府 要求台中市政府承受报 我们下午我们交通委员就要去看查了 那下午是不是应该台中市政府 就要报告是说 他沿线的工程 有没有已经盘点完毕 这最基本的吧 我想刚讲就禁线件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部里面 大概有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带高铁 做禁线件的部分 做的情况应该还不错 所以那目前 虽然捷运的部分 禁线件是由地方政府在执行 那我们现在预计在 希望能够这个礼拜 我们来提出 我们这个高铁 禁线件的一个办法 让几个这个地方政府了解说 算是做一个意见上的交换 禁线件的办法已经有了 在大众捷运法里面 有大众捷运沿途禁线件的办法 这个早就有了 现在是针对是说 我们沿线的工程 有没有有安全疑虑的 有办法在那边 但是也许过去没有完全的确认 才导致于这一次 上个礼拜发生这样的一个惩案 依照大众捷运法第45条的规定 大众捷运它外源 过去6公尺 是完全禁建的 再往过去50公尺 没有禁建 但是是现建 你要去做任何的建筑公司以前 那你都必须要先取得 市政府针对你安全计划 去审核通过同意了以后 你才可以去做 台中市府 他们那个时候的说明呢 是说 新复发的确是有申请 这个申请 他们也审核通过了 但是申请过了以后 竟然还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当然就必须要追究责任啊 除了这个建案以外 捷运沿线的这些工地 他们是不是真的都有遵照 大众捷运法规定的要求 这件事情来做好 那我觉得 去质询这个主题是有道理的 甚至他就直接跟交通部讲 台中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东西还没有盘点完 今天下午要我们去考察 这成效耶 相对而言 这也不是交通部个人的责任 因为地方政府 他也要负责去盘点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上次质询你 是在2021年3月 当时我们要推动 大型车辆的安全辅助系统 从去年开始 每一年都编1.1亿 三年3亿3千万 然后去年2022年开始推 预计要装差不多 将近1千台 装什么呢 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个整合平台 预警的辅助系统 装设在大型车辆 像那个盲点侦车 或者主动刹车 原本预计装960台 结果是一台都没装 零啊 王国财部长 又正在这个问题他有讲 2023年的目标要装2400辆 现在已经5月了 也是一样 一台都没装 部长讲的这个做得到吗 我们朝这尽可能的目标 那我一听就知道了 你讲这样我听得懂 你是做不到吗 大型车辆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 居高不下 越来越多 大概就我只在每年都会 有400个人 就死在大型车辆 那数字很稳定 对你来看 这可能只是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是代表一场车祸 我跟委员报告 有关车辆要装主动的 这个辅助 告警的设计系统 在单一个的这个元件上 所要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说要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类似像发布的 那是你要解决 你跟我讲那我怎么办 你要我去做啊 承诺的目标都是你们自己讲的 那你现在来跟我说 很困难的 很快做的做不到 交通部真的在成效的 2021年跟人家说 他们要做 还定了目标 钱也给你了 结果2022年的成绩是零 到2023年的时候 成绩还是零 发生交通事故 罹难死伤这件事情 他是不会管你什么政党 你事情就是没有做 那大家就看那个交通部次长 在上面吱吱吱吱的 在上面煎熬了10分钟 拖过去了以后 又快快乐乐的 继续当他的官 财政委员会 有一段时间没看他的 中国国民党的大党篇 来我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就是合库AMC 蔡建新董事长的事件 财政部有没有做行政调查 有 结论是什么 一个就是蔡董事长 他任用私人 就没有按照既定的程序 规定的程序来任用私人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他已经辞职了 而且相关的人员 现在目前都全部都离职了 几个离职 八个 除了离职以外 财政部会做什么处理 你有没有责任 这些人是不是财政部派的 蔡建新是不是 蔡建新是 经过行政院核定以后 对 你讲到重点 财政部 把人选 报到行政院去 团定 你自认为财政部都没有责任 这个过程当中 多少人 检举到财政部去 财政部都没有处理 跟委员报告 这个案子从来没有检举到财政部 你确定 好主委 现在经检的结果 初步怎么样 有哪些不法或缺失 没有不法啦 缺失就比方说 用人当然就是 财政部部长也好 经管会主委也好 你看他们两个的表现 就会知道 我们国家的金融纪律 为什么会这么败坏 任用私人 到我们的国营事业体系里面 结果被抓到了以后 就只是叫他辞职就走了 如果你可预计要付出的成本 是小于你会获益的话 那谁不干坏事啊 来看一看我们的财政部 跟经管会给的什么调查报告 出示的叫做合作金库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用了一个董事长 那家公司的人大家都受够了 到处丢检举函 经管会也丢 财政部也丢 为什么阮清华敢在那边说 财政部没说到检举函 我也是觉得很夸张 蔡前董事长 2017年2月26号任用 他用了什么人呢 第一个陈姓副理是他的外甥 黄姓副理 简举函说是小三 是护理师 然后找个护理师来担任他的秘书 然后呢 理性协理跟装性事务员呢 是他友人的子女 然后呢 蔡姓经理呢 是这个董事长的儿子 然后董事长进行任用轻信担任要职 意为人事制度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 显有不妥 何库的蔡前董事长以及金请辞 其他的人呢 通通都离职 采取知险的方式 终止劳动契约 只有离职就算了 这个人是谁派任的 当初合作金控的董事长 合作金控的董事会 你们是每天在睡觉吗 下面这个人胡搞瞎搞 搞自己的小三 来当秘书 任用一堆亲人 结果发现了以后 成本很低啊 就是换另外一个工作 当然要滚啊 接下来这个更严重 他说这个董事长 常常跟同仁出差 出差的时间集中在礼拜五 多提前一天下班 出差请领的金额 占该公司参旅费四到五成 我老实讲 你这种表现 在一般的私营企业里面 你早就被定到飞了 结果在我们的公股行库里面 出现了这么腐败的事情 这根本要移送法办啊 我们顺便看一下金管会的 他要用那个副理 聘他谣传中的那个护理师小三 没有公开甄选 没有留存面谈记录 任用程序颠倒 任用他是因为业务特殊需要 需要聘用特殊专业人才 那就奇怪了 因为你找他来是护理师啊 结果搞来以后 是当你私人的贴身秘书 周末都陪你跑高雄 这个到底在搞什么 这个就是蔡建新 任用他的时候 他已经超过65岁 我们一般的公股行库 在任用的时候 是不可以这么大的岁数 结果当初是行政院专签去任用他 他一定有过人的才干 承认高雄市议员 高雄市议会议议长 这个是有哪门值的金融才干 那种基层的银行员 真的透过正式的管道考进来很难考 结果你这种政治任用的 全部都安插私人的 同天而降 很多公营事业都是这个样子 我那时候直悬的是中邮 中邮大家去查一下 中邮入取率很低 结果你当中邮的董事长 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特殊管道 安插一堆你自己的人进来 当初的董事长 我直接点名叫陈金德 后来陈金德拍拍屁股 换另外一个位置 中邮董事长辞职了 透过他的特殊关系 任用进来的人 全部都还在中邮啊 我讲话我负责啊 国营事业不是让你们这样玩的啦 我觉得台湾真的有太长一段时间 把变态当常态 监察院不管这些肥猫任用的事情吗 那就请你去问监察院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 我们的监察院到底在干嘛了 你什么时候看监察院打老虎 全部都在打蚊子 蛤 我要跟伟汉哥一起参加馆长的见 哦对啦对对对 馆长有邀我 但是我只是特别来宾 我没有办法去比啦 那个会拉低整个比赛的水准 我更不可能穿小钉 绝对没有可能 好 再来看民进党的红森汉委员 我想问哦 我想刚才其实很多委员都有质询到哦 这个财政部的这个电子发票整个服务平台哦 这两天的新闻其实报得很大哦 这样你刚才说目前没有泄漏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发 这个电子发票的资讯平台哦 就是让企业可以上去 去处理有关于电子发票啊的事情 结果有新闻爆出来说 有7%的上市贵公司 骇客可以进去 然后把他们在电子发票平台里面 所有客户相关的个资 全部都把它拿走 市长我们要不要来打赌 当你后台的密码可以让大家进去一览无遗的时候 我实在是不知道 你有什么底气 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说 没有泄漏的问题 今天只要有一组人写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式 进去爬 就可以把这些7%的公司的资料 全部都爬出来 现在问题只是他都把它放在市场上去卖而已 那如果这样子已经有 假设已经有人把它给爬出来了 这算不算泄漏 这就是一个低级的错误 是这个我们要深事检讨 你有没有系统性的定期的巡逻 去把这些问题给侦测出来 市长一直都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非常担心啊 那我请那个主任来回应好不好 主任回应能够回应什么 我只问你说 今天骇客可以巡逻出来 到底财政部有没有明确的总体检 跟明确的系统性定期的巡逻方法 可以把这些其他相关的问题给侦测出来 你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让骇客可以很简单的从后台 去捞上市贵公司的资料 然后你还有脸跟大家讲 没有泄漏的问题 政府机关他的治安没有做好 让人民的各自被泄漏 那请问公务机关要负什么责任 没有责任 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三读 修了什么呢 第一条之一就是要设一个 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 他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什么时候上路 我老实讲我也不知道 遥遥无期 我们这个组织到底要怎么设 架构是什么 要用多少人 他的组织法都还没有定 非公务机关违反27条第一项 没有依照第二项 订立个人资料档案 安全维护计划的话 那他就提高他的罚则 就真的啊 就公务机关 针对个资保护的部分 到底要怎么就责 完全没有任何的琢磨 蛤 不是打炸国家队 是打炸国昌队 没有啦 没有没有没有 不过老实讲 在我们目前的国会制度下面 请任官员反正就坐在上面 念一念 骂一骂 然后你就继续说 我们会加强研究 我们会订立相关的措施 请委员放心 进行委员继续给我们支持 大概就这样 所以真的是 督促教人家去做 老实讲 真的不如自己来做 我们今天晚上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礼拜一 继续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